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峰 刚给隔离人员做完赛回来 然后刚刚我爸跟我打电话说 他在资产场买了一条大鱼回来 晚上要少喝酒 既然不能随便出门 然后我爸又少喝酒 但是我又不会喝酒 长生不大第一次要跟我爸喝酒 还是挺那个挺紧张的 那我们再等我爸 他看看是什么大鱼 他等一会就要过来了 一道了 我们买了一条可能有七斤多吧 这个就怎么以为搞不清楚 很古啊 看 看有多 哇 这条狗大 哇 有七斤 有啊 有七斤有 那要怎么煮 煮菜鱼吧 煮菜鱼 对啊 煮头去煮菜吧 这条狗大 煮菜鱼 现在我们来把这个鱼清洗一下 然后刚刚我罗把 这条一斤的那个一条才七十块钱 那太便宜了吧 一斤才十块钱 这个鱼是原汁的 它是原汁的一斤七十块钱 这个鱼是原汁的 它是原汁的一斤七十块钱 这是那个炒鱼划送 鱼肉跟骨头给它分开 最终会用这个鱼肉煮吧 最终会用这个鱼肉煮吧 还有一斤的骨头就给它留着 先给它放在锅里面 白天炖汤也可以啊 这鱼肉汤炖也挺好的 然后呢 那些鱼就用来煮那个 煮菜鱼 七斤的就是那个切出来这些鱼肉也不够吃 那把这些鱼肉都洗出来啊 这个鱼肉清洗干净的时候 来点料酒 然后来点盐 再来点白醋 搅拌均匀 放点油 油糟了 要把它分一斤的鱼肉 分一斤可以剁掉一个鱼肉 结果圆面都给它鱼肉 鱼肉 现在这个一切好之后 就可以放进这个葱台 给它盖住盖子 等它把这个鱼骨头给它炖的时候 现在这个鱼骨头炖的差不多了 这时候就可以把刚刚鱼肉给它放进去 给它炖个五分钟左右 差不多 因为我们这个是海鱼 海鱼肉比较厚 所以我们给它炖的时间比较久 现在差不多五分钟之后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放进大白菜 给它盖住盖子 用一个一分钟左右 就可以出锅了 这面酒是那个 我那个粉丝老板送给我的 然后今天我就跟我爸一起喝了 开饭了 来 这个咱们一轮一瓦 一轮饱 一轮饱 我第一次喝酒 这个只能到两瓦 两瓦可能都不到 还有一瓶 那咱们喝完再拿 这个就是鱼肉 你看我们就来试一下鱼肉 好 它太有点辣 不辣 不辣 不吃鱼 来 那我们给它干哦 一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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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样子干掉 你一口 你一口 你吃鱼肉 那你吃鱼肉 拿起来吃 今天是这条鱼买的花爽 一条三十九块钱 小姐 阿公买的鱼好不好吃 小姐 有点点辣 有点点辣 那这个鱼就是要吃一点点辣 才好吃 爸爸 你今天又怎么不抓蚌蟹了 现在这个季节没有蚌蟹 等过多时间再说 你想吃蚌蟹吗 那我过多时间抓紧吃好不好 那你要过一过听话好好读书 再抓紧吃好不好 汗都冒出来了 这个应该很厉 这个应该很厉 这次我们已经吃的差不多了 这条大鱼都被我们一家来试过了 吃了一点点 然后酒我刚刚只喝了一点 然后这样的都给我爸喝了 因为我酒脸确实有限 老爸不是这样 今天你请我吃鱼 然后我明天看西日安山 有什么东西买点回来 你想吃什么 羊肉羊杂吧 我去嘛 羊肉羊杂 行 那我明天去西日安山看一下 放一张口味吧 天天吃还这样 行 那我明天去西日安山看一下 有什么羊肉羊杂 在这里卖一点 好 行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